選舉本來就是有聲有聲有聲,這個就是民主黨,這個就是等於選舉到的時候 也說選舉有聲有聲,民主黨的民主黨,這個沒有問題 只是贏的人要適合,2019年台灣人的民主黨對民主黨的需求,今春到2008年 所以贏的人,主要立法院,真的要想到底台灣人能希望現在的政治人要做什麼事情 台灣人必須要什麼樣勝?勝敗是比人家慘勝,但是勝不交敗都沒 那台中總,在國平洋那邊,台北輸,我覺得贏的人恭喜,輸的人沒有難過 只是當了立法院主席,帶進到立法院的時候,要仔細想,台灣的必要不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現在人的必要,對於政治的必要,連要求都是一樣的 這個人跟人是感激的道理,我們選舉一些農介職的政策先來幫忙,他能不能說 這個候選人天使地利的,我們自己要長得住 那我覺得每一個候選人看到這個新的一個變主,他自己要實在 他整個拿他這個選戰,怎麼樣輸出,因為最大的資產會 他會來金門,來個金門,來個台南,都要沒力到新北三重 都要沒力到新北三重,都要沒力到新北的選舉 我相信所有的各種正義的候選人,都會重新去死,從這次的勝敗這件,好不好 Sith, 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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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擊… 暫時, 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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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擊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